前隆 他是目前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立位帝王 长达63年04个月 他是目前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之一 享年89岁 他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一生取得辉煌的统治成绩 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 他是一个失败的皇帝 晚年施政出现严重失误 亲手毁了自己缔造的盛世 并为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他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男人 一个即政治家、学者、诗人、旅行家和猎人等 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另类皇帝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跟随作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宏杰一起 还原历史 走进乾隆 探究他的成功与失败 进行收看 成败论乾隆 上部第一集 乾隆的履历表 清朝的第六位皇帝乾隆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最熟悉的皇帝之一 他的历史形象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反差非常大 因此从今天开始 我就依据正史的资料 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乾隆形象 那么今天人事部门要是录用一个人的话 通常会要求他提供一份简历 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乾隆列一张履历表 看一下乾隆的基本情况 乾隆履历表的第一项姓名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氏 这个我们不用多讲 这是清皇史的姓氏 那么他的名字叫弘历 清代在入关以前 这个满族贵族起名是没什么讲究 比如努尔哈士的老儿子叫费扬古 这是个满族名字 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 是老鸽子 这个是以排行起名 还有的人是以动物起名 比如大名鼎鼎的摄政王多尔滚 这个多尔滚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欢一种动物 还有的人是以什么物件起名 比如努尔哈士的孙子伯洛 什么意思呢 凉帽 头上戴着这个帽子 还有的人是以这个生理特点起名 比如这个被子弗拉塔 什么意思 烂眼鞭子 烂眼皮 所以入关以前 满洲贵族起名非常随便 那么入关之后 从这个康熙朝起 因为受这个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 所以在这个皇子皇孙起名上 定下了严格的规矩 康熙皇帝的儿子起名 第一个字要用印字 第二个字要用世字编的汉字 所以你看印针 印题 印仁 都是这样 那么他的孙子伯 第一个字要用红字 第二个字要用日字编的字 那么红利的利 就是繁体字 是日字编的那个利 那么讲到这 我还要提一点 就是满族人的名字和姓 是不能连在一起用的 你比如我 姓张 名洪杰 那么叫张宏杰 很正常 但是满族人 不能这样用 满族人这个名字是单用的 一般情况下 不把这个姓 灌到名字前头 你去查这个历史档案 历史点击 都是这样 那么今天有的时候 有一些满族朋友 见到我 给我递张名片 上头什么 爱心觉罗 爱果 什么耶和那拉 美丽 这种用法 在历史上 是从来不这样用的 那么红历 做了皇帝之后 年号是乾隆 死了之后 庙号是高宗 士号是纯皇帝 因此他的长辈 管他叫红历 那么老百姓 管他叫乾隆 子孙后代 尊称他是高宗 纯皇帝 这个是乾隆的幸福 那么他的出生日期 是康熙50年 也就是公元1711年 阴历 8月13日 从属相上来讲 乾隆属兔 从星座上来讲 他是天秤座 出生地是北京的雍和宫 当然关于这个出生地 还有所争论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那么乾隆履历表的第二项 家庭背景 血统 乾隆皇帝的父亲 是雍正皇帝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的母亲 也是一位满族人 有故事 那么乾隆身上 有81.25%的满族血统 6.25%的蒙古族血统 还有12.5%的汉族血统 那么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清朝的第一第二代皇帝 努尔哈士和皇太极 都是纯正的满族人 百分之百的满族血统 那么第三代皇帝 顺治 他的母亲是一位蒙古人 庄妃 就是那个著名的庄妃 伯尔基基特氏 所以这个顺治身上 有50%的蒙古族血统 百分之五十的满族血统 那么第四代皇帝 康熙 他的母亲 是一位汉军旗人 所以康熙身上 有百分之五十的 这个汉族血统 满族和蒙古族血统 就各降到25% 那么接下来 雍正乾隆 这两个皇帝 生母都是纯正的满族人 所以这个满族血统 就不断的上升 到乾隆身上 就达到了81.25%的高度 可以说乾隆皇帝 在清代 历代皇帝当中 是属于满族血统 比较占优势的 一位皇帝 那么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 我们来给乾隆 贴张照片 看看乾隆 外表是什么样 中国的皇帝 长得都差不多 你看从汉朝到清朝 中国正史中 记载的这些皇帝的外表 都是那么几个词 什么冒旗尾 日角龙颜 龙京凤木 是吧 都是这一类的词 你从这些记载看 中国的皇帝 脸上从来不会说长麻子 长粉刺 或者是长老年班 这是为什么 因为描写皇帝的外表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皇帝都应该长得很英俊 很潇洒 但是事实上 大多数皇帝长得都平庸的吊炸 所以史官写皇帝的外表就很为难 那么为了不犯错误 他们就用一些格式化的词汇 什么日角龙颜之类的来搪塞一下 所以青史稿中 关于乾隆的外表 只战战兢兢 用了四个词 叫龙准其身 龙准就是高鼻梁 其身就是大高个 那么清高宗实录 关于乾隆的外表 说的多了点 怎么说的呢 说乾隆是 生而神灵 天挺其表 疏听广方 龙准其身 发音坑红 举步跃众 归渡辉远 逆然拔碎 说了这么一大堆 实际上等于白说 为什么 因为说的太抽象 实际上 历史上 只要是你是皇帝 你肯定就说你龙准 说你其身 事实上 乾隆的身材并不高大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正是对于乾隆皇帝身材的描述 又美化之心 那么乾隆皇帝真实的身高究竟是多少 后事又是如何得到这个准确的数据呢 白家将谈正在播出 乾隆晚年 英国使臣马加尔尼到访清朝 那么回忆录中 他说他目测乾隆的身高是多少 83岁的乾隆身高是5英尺 2英寸 那么算成今天的工质大概是1米6左右 那么我们知道 人到老年身材会有点缩水 那么年轻的时候乾隆多高呢 现在故宫保留着一件乾隆穿过的潮袍 根据这件潮袍的长度 我们大致推测乾隆的身高应该是1米66 比我还稍微矮一点 所以身材并不算高 那乾隆的容貌怎么样呢 这个比较好办 因为乾隆这个人酷爱画像 现在呢故宫当中还保留着100多幅 他的画像 而且乾隆时代呢 已经引进了西洋画法 所以这些画像画的大多是很准确的 那么从这些画像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乾隆皇帝呢 长着一张长黄脸 或者说呢 铜字脸 皮肤白皙 微带红润 眼睛不大 但是呢 黑耳明亮 那么年轻时代呢 他是一位偏偏的家公子 到了老年呢 画像上的他既威严又慈想 这是乾隆的外表 那么履历表的第四项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乾隆一生做了哪些大事 取得了哪些成就 或者说乾隆的工业和历史地位 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的引人注目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一生取得了辉煌的统治成绩 那么他的这些统治成绩啊 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历史记录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历史记录呢 乾隆朝的人口创了历史记录 在清朝以前 中国历朝历代 有文字记载的最高的人口记录是多少呢 是七千万左右 那么当然也有人口学家推测呢 实际上在某些历史时点 已经短暂的突破过一个亿 不过呢 突破的不多 一亿挂零 那么乾隆六年 做了一次人口统计 全国的人口是多少呢 一亿四千万 乾隆五十五年 又做了一次人口统计 这个时候呢 人口已经将近三个亿 就是说五十多年时间 乾隆呢 让清朝的人口翻了一番 这个是一项挺了不起的成绩 那么第二个历史记录 就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 今天我们都非常重视这个GDP 这个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 那么乾隆朝的GDP是多少呢 当时的世界第一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美国在今天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要高 乾隆朝的制造业总量 是当时呢 英国的八倍 俄国的六倍 那为什么不跟美国比呢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啊 刚建国还没什么制造业 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一本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叫白银资本 这本书里说乾隆时代的中国 不但是东亚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 而且呢 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有支配地位 那么第三个记录就是乾隆朝的版图 创了清代的记录 乾隆二十四年 大兴的版图呢 扩展到一千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那么今天中国的版图多少呢 大家都知道 九百六十万 而且乾隆朝啊 不但是版图巨大 而且对边疆地区 基本上都实现了有力的这个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 这个是历朝历代都不能比 那么第四个记录 在文化上乾隆朝呢 也创造了记录 乾隆修订了一本全书 叫四库全书 这本书呢 是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多的一部书 字数达到多少呢 八万卷 九亿九千七百万字 我们要是把这个四库全书 一页一页的拆开来 然后连到一起的话 他的长度呢 绕地球的一周还要多 所以从以上看 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乾隆朝呢 都创造了中国历史的顶峰 所以呢 乾隆皇帝毫无疑问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当然 大家如此关注乾隆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统治成绩出处 他个人也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皇帝 那么乾隆身上的这些个人特点呢 也体现为几个历史记录 第一 乾隆是人类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 乾隆啊 做了六十年皇帝 退位之后呢 又做了三年多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 所以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呢 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 这个长度没有人能够超越 那么有人说 乾隆的年号可没他爷爷康熙长 没错 康熙的年号呢 是六十一年 乾隆是六十年 但是第一 康熙没做过太上皇 第二呢 康熙是八岁登基 没人亲政 一直到十四岁才亲政 所以康熙的实际统治时间呢 不超过五十五年 那么还有人说 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做了七十二年皇帝 统治时间比乾隆长 没错 法国波旁王朝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呢 公元一六四三年到一七一五年在位 做了七十二年国王 但是他的情况啊 跟康熙呢 有点类似 他五岁就当皇帝 一介同盟 还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统治 实际上呢 他是二十二岁才亲政 所以实际统治时间呢 也没有乾隆长 那么可能还有知识面更广的 观众朋友会说 说伊朗的国王啊 沙普尔二世 他的统治时间也比乾隆长 他是公元三零九到三七九年在位 做了七十年国王 确实时间很长 但是他继位的时候年龄呢 就更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了一个富数 怎么回事呢 他是他父亲的一父子 没出生 他父亲就死了 所以大臣们呢 把这个王冠放到他母亲的肚皮上 给他举行了加冕礼 所以虽然做了七十年国王 但是他的实际统治时间呢 不会超过六十年 那么可能还有人说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统治时间长达六十四年 跟乾隆差不多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呢 是实际掌握权力的君主 那么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呢 已经是虚军时代 就是君主立宪时代 那个时候 英国国王的权力跟中国皇帝 已经完全不可同仁而语 所以古今中外 这么一圈比较下来 我们可以确认呢 乾隆确实是人类历史上 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 这是他身上的第一个 个人的历史记录 那么第二个呢 他是人类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君主之一 中国历史上啊 年龄可考的皇帝 一共是五百多位 那么这五百多位当中 活过七十岁的 有多少人呢 九个人 在这九个人当中 有四个人活过了八十岁 哪四个人呢 梁武帝 武则天 宋高宗 乾隆 乾隆以八十九岁的高龄 在这四个人当中拔得头筹 但是我们要是放眼世界的话 在世界史范围看 乾隆这个年龄呢 就要排第二位 因为古埃及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 活了整整九十岁 比乾隆呢 多了一岁 所以我们只能很遗憾呢 在乾隆这个最长寿君主后面 加上支一二字 这是第二个个人记录 第三个呢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身亲期待的皇帝 什么叫身亲期待呢 就是往上见过自己的爷爷父亲 往下呢 见过儿子孙子 从孙 玄孙 加上自己 一共是期待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人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啊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子嗣多不多 乾隆一生生了二十七个子女 那这个数量跟我们普通人比起来 当然已经是很多了 但是在皇帝当中还排不到第一名 比他生的多的皇帝有很多 比如他的爷爷康熙 光儿子就生了三十五个 但是乾隆这个身亲期待的记录 皇帝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他活的最长 那么不光是在皇帝当中 只有乾隆一个人 在普通老百姓当中 我查了一下整个中国历史 只有从唐朝的这个乾隆 到明朝的文征明 一共是六个人做到了 身亲期待 所以我们看乾隆这个人 一辈子呢 长寿 长期掌权 子孙满堂 对吧 今天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是 你幸不幸福 那么如果是有人回到清朝去采访乾隆皇帝 问你幸不幸福 乾隆肯定说 我很幸福 因为他有这么多优越条件 那么事实上 除了这几条之外呢 乾隆身上还有几点 是更令我们羡慕 第一 乾隆呢 天赋非常突出 从武的方面来讲 乾隆这个人呢 医生啊 身体底子非常好 身强体壮 武功齐射 样样都很突出 那么从文的方面来讲呢 乾隆智商其高 读书过目不忘 是中国皇帝当中唯一一个懂得五种语言的皇帝 哪五种呢 满汉 蒙 为藏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们还可以提及乾隆身上啊 一个小小的很有意思的另一个记录 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 乾隆一生一共写了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诗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全唐诗 大家都知道 收入了唐朝两千位诗人的作品 加到一起多少呢 四万八千首 就是说乾隆一个人的作品 就把整个唐朝两千多人的作品的总数给顶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历史记录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 乾隆身上的另一点呢 就是一生运气极好 清代前夕的那几位帝王啊 继位的过程都不太顺利 只有到了乾隆这儿 接班非常顺利 既无血腥又无阴谋 为什么呢 因为雍正皇帝搞了个秘密立储 没有人跟乾隆争皇位 那么搞了秘密立储之后 雍正皇帝呢 又在五十多岁就死了 让乾隆呢 在二十五岁的一个黄金年华 就登上了皇位 那么乾隆登上皇位的时候呢 他的统治基础是历朝历代最好的 因为他的爷爷康熙 父亲雍正经过七十年的连续统治 给他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政治平稳经济发展既无内忧又无外患 可以说政治舞台的所有步行都给他打好 就等着他上演一出辉煌的统治大戏 所以他运气非常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结局也非常好 一个人幸不幸福啊 结局很重要 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不得善终 我做了一个统计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横死率 或者说是非正常死亡的比率 高达百分之四十四 所以做皇帝是一个很高危的职业 但是乾隆呢 太太平平做了六十年皇帝 然后呢 又把这个皇位稳妥的交给了他的儿子嘉庆 自己呢又做起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 既保持了终身的权力 又呢完成了平稳的皇位交接 这一点 别人很难奇迹 所以我们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皇帝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呢 都是乾隆的成就 或者说是他身上的光彩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讲一讲乾隆的错误 一国之君号领天下 他的个人功过 直接决定着百姓苍生 那么乾隆皇帝一生都犯过哪些致命的错误 对后世又造成了怎样不可逆转的影响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乾隆的第一个错误 当然是他晚年呢 骄傲自大 不思进取 贪图享受 让大清的政治出现了严重的废齿 导致大清的由盛转衰 乾隆晚年呢 感觉自己呢 辛苦了一辈子了 而且呢 统治成绩这么出色 他给自己起了个号码叫实权老人 就是说 我的统治已经实权实美了 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呢 就骄傲自马 开始追求生活上的享受 他呢 重用和珅 给他搞创收 然后呢 拼命的收取大臣的各种贡品 骄奢淫义 那么这样呢 就引发了大清政坛上一股全面的 这个贪图之风 后来呢 导致了白连教起义 让大清呢 从这个集圣走上了终衰 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也是更广为人知的错误呢 就是搞了很多文字域 乾隆的很多历史成就啊 创了记录 那么他的很多错误呢 也创了记录 他是中国历史上搞文字域 搞得最多的一位皇帝 在清朝以前呢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域呢 并不太多 到了清朝 康庸前三代 才呢 一风初起 但是康熙朝一共呢 只不过是不到十起文字域 雍正朝呢 是二十起 乾隆朝是多少呢 一百三十起 就是说乾隆朝的这个文字域总量 已经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总和 而且乾隆朝的文字域 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文字域啊 搞得都特别的荒唐 比如乾隆年过七十之后 人生七十古来西嘛 就给自己刻了个图章 叫古西老人 那么他的大臣尹家全 不知道他有这么个图章 尹家全呢 也七十多岁了 给自己起个号 也叫古西老人 那么这个居然就成了乾隆后来给他定罪的一条 乾隆说 我叫古西老人 你也叫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不是对我的大不敬吗 后来呢 就把这个尹家全砍头了 所以说乾隆朝的很多文字域啊 都是非常荒唐 那么乾隆创造的 第二个这个不好的个人记录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毁灭图书最多的一个话 我们前面讲了 乾隆朝的文化上的一大成就 是修了一部四库全书 但是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 他也毁掉了另一部四库全书 他借着修四库全书的机会 大量销毁 他认为不利于他统治的这个珍贵图书 销毁的总量多少呢 七万多卷 跟四库全书的体力是相当的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浩劫 这是乾隆的第二个错误 乾隆的第三个错误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错误 是什么呢 是他不了解世界大事 采取了错误的外交方针 乾隆生活的时代 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空前剧烈变化的时代 乾隆登基前两年 公元1733年 英国人凯一发明了飞缩 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那么乾隆三十四年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标志着机械化大生产已经开始 这是物质文明的进步 那么精神文明上 乾隆十九年 就是他44岁的时候 卢苏发表了名著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那么乾隆五十四年 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发表了《人权宣言》 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这个期间乾隆在忙什么呢 在搞文字语 那么1796年 就是乾隆 善未给自己的儿子加庆之后 第二年 美国总统华盛顿 功成身退 拒绝了担任第三任总统 让美国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 成为一个惯例 所以说东西方两个历史巨人 对待权力的不同态度 反映了清朝和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差距 那么实际上 当时清朝人是有机会了解当时的世界发展 乾隆的爷爷康熙 对西方文化很感兴趣 因此呢 他对西方文明 对清朝构成的威胁呢 有所认识 康熙皇帝说 海外如西洋等国 千百年后 中国必受其累 国家成平日久 不须安不妄危 就是说 那些欧洲国家呀 发展得很快 千百年后 必然对中国构成威胁 所以我们现在要居安思危 但是乾隆没有这个认识 虽然说乾隆时代 宫中呢 有很多西洋来的渤来品 乾隆又特别喜欢西洋的钟表跟玩具 宫中呢 又有很多西洋的传教士 但是乾隆对西方文明啊 不感兴趣 他自认为天朝高高在上 无所不有 对吧 在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越来越快的那个时候 他呢 进一步的闭关锁国 把清朝对外开放的口岸 由四个缩小为一个 那么乾隆晚年 英国使团 马加尔尼使团 访问清朝 马加尔尼呢 提出了一项不合理的要求 就是让乾隆指定一个小岛 供英国商人积放货物 那么除此之外呢 马加尔尼还提了几个合理的要求 第一个 英国和清朝进行平等交往 第二个呢 要清朝改变海关里头大量的这种贪毒行为 因为海关的这个乱售费啊 让英国商人已经无法负担 那么乾隆对英国人的这个不合理的请求 当然是言辞拒绝 那么对那些合理的请求呢 也是一概嗤之以鼻 乾隆说 我天朝上国 无所不有 你们西洋人愿意来贸易就来 不愿意来拉倒 我不缺你那点货物 那么事实上呢 那个时候啊 世界大事啊 已经发生了逆转 英国已经取代了清朝 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国 而且呢 已经定下了向清朝扩张的这个计划 但是乾隆呢 对此毫无察觉 可以说 那个时候 大西洋上空正酝酿着一次 将来可以毁灭清朝的巨大风暴 但是作为18世纪清朝的领航者 乾隆呢 不但对此没有认识 反而呢 还封闭了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渠道 所以我认为乾隆呢 对后来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失败 是负有历史责任 正是这次访问清朝 马加尔尼使团认识到 在乾隆王朝繁华的表象后面 是空虚的国防实力 所以马加尔尼说 只需要给我三艘战舰 我就可以摧毁整个清朝的这个国防能力 因此呢 清朝的国防上的这个空虚呢 就引发了英国人的贪婪 那么 乾隆皇帝对外的这个傲慢自大 又让英国人认识到呢 跟清朝举行平等谈判是不可能的 只有用大炮 才能够轰开这个东方国家的大门 所以乾隆落后的外交思维 对清朝啊 后来国事的衰弱 是有影响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把乾隆 仅仅放在中国古代史上去比较的话 乾隆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皇帝 但是我们要是把他放到世界史上 他的成就呢 立刻就黯淡了许多 乾隆所处的时代 已经不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所处的时代 历史对他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出了新的问题 但是他对这些问题呢 没有给出合格的答案 当我们重新翻看乾隆的履历史 金龙自然会生出疑问 乾隆的一生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人们常说 性格决定命运 那么是什么样的性格造就了乾隆皇帝 这样一个丰富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生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总结乾隆的性格呢 那就是复杂 乾隆是一个多色面的人 是一个性格特别复杂多变的人 他的性格当中有很多相互冲突的矛盾 比如乾隆呢 一方面是一个很仁慈的人 心很软 小的时候呢 宫里头小猫小狗死了 乾隆呢 都会哭上半天 那么历史记载 乾隆呢 还多次因为各地的灾情流过眼泪 有一年 安徽太湖县发生了水灾 老百姓呢 没吃了 在郊外呢 觉得一种黑米 我们今天讲啊 可能就是年深日久的陈化粮 已经完全碳化了 靠这个来冲击 乾隆听说之后呢 就让地方官尝上一些 他要看一看是什么东西 尝上来之后 乾隆呢 自己尝了一下 这个黑米一尽口 乾隆的眼泪呀 马上刷就下来了 为什么 太难吃了 乾隆把剩下的黑米 分送给自己的各个皇子 让他们体验一下老百姓生活的痛苦 所以乾隆这个人虽然很精明 在别的事上抓得都很紧 只有在镇灾上 宁可多花一点钱 也不希望灾民呢 得不到救助 从这点上来说 乾隆是一个很仁慈的人 与此同时 乾隆身上呢 还有特别残忍的一面 根据清朝文字于荡记载 乾隆十八年 有一个封子叫丁温斌 从浙江来到山东孔府 敲开了孔府的大门 孔府的家人一看 这个人呢 穿得破破烂烂 表情痴痴呆呆 就问他 你干什么来了 丁温斌说 我做梦 梦见上天呢 把你们孔府的两个女儿 许配给我了 我呢 来做上文女婿 孔府家人一看 这个人疯疯癫癫呢 就给他呢 送到了官府 那么官府在他身上呢 搜出了一个小册子 上面呢 写满了奇怪的年号 丁温斌说 他呀 经常听到一个人 在他耳边说话 说呢 已经 命他当了皇帝 给他取了这些年号 地方官一看 这有年号了 这是谋反大案 对吧 就给他上交到乾隆皇帝 但是地方官同时说明 说呢 这个人呢 怀疑 高度怀疑 是一个疯子 乾隆一看这些材料 也认定 这就是一个疯子 然而乾隆呢 却做出一个判决 把这个疯子 推上街头 凌迟处死 活活寡了 三千六百刀 那么乾隆 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要实行恐怖统治 要杀一净百 一个疯子 说我要当皇帝 我都这么处理他 那么你们普通人 你们正常人 想要造反 想要当皇帝 还能有好下场吗 所以从这点来讲呢 乾隆又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 所以乾隆性格当中 第一段矛盾 是仁慈与残忍 那么除了这段矛盾之外呢 他性格中啊 相互冲突的地方呢 还有很多 比如乾隆这个人呢 情长很高 很善于跟别人相处 给大家的感觉呢 都是矮然有春风和气 但是实际上 乾隆这个人内心呢 高级悲人 只看得起自己 看不起别人 所以他对大臣们 经常是严酷俊烈 刻薄寡恩 那么乾隆这个人 生活很节制 平生呢 饮酒不过数杯 生活呀 特别有规律 但是另一面呢 他呢 花起钱了又如沙四海 娇舌银意 一生呢 搞了六次难寻 那么乾隆早年 赋予自知之明 历经图治 谦虚谨慎 把大清呢 推向盛世 那么晚年呢 又刚愎自用 骄傲自大 听不尽任何不同意见 亲手呢 毁了这个盛世 所以我们说 性格决定命运 乾隆如此复杂的性格 就决定了他早年的成功 也决定了他晚年的失败 那么乾隆这个独特的性格 是怎么形成的呢 有哪些先天的因素 又有哪些后天的因素 这些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大家 我先看起来 我先看起来 这个小独特的性格